今天我们还得再来说说中国主导的亚投行 那么刚才我们东京特约记者小月也提到 现在日本的媒体包括经济界都批评日本政府了 说由于英国这一次可以说是在西方率先加入亚投行 那么起到了这样一个带头作用 似乎用日本媒体的话说 发生了这种雪崩式的这样的一种反应 那么本来亚洲基本是是投资银行 结果是在英国的带动下 这么多的欧洲国家纷纷的加入进来了 为什么会这样 那么这些欧洲国家在未来亚投行内部 在哪些方面会存在着竞争 是的 我们如果把今天这两个议题要摆在一起来思考 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状况 一个很实际的状况 也是一个很当下的状况 那就是从2000年到这个2015年 过去这五年来 英国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交易和投资国家 它的总额超过了940亿的美元 遥遥领先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 像是位居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是法国和意大利 那么他们就是中国在这两个国家的投资数额 过去五年分别是大概160亿元左右 接下来排名第四的是瑞士 那么它是120亿元左右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或者我们说我们可以更清楚的了解到 英国为什么会不顾这个老盟友美国的反对 而执意成为第一个申请中国带头的亚投行 创始会员国的西方的这个主要国家 那么另外呢像这其他的几个国家也提出申请的 法国意大利瑞士还有德国 这些呢都是跟中国的投资有密切关系 那么这些呢都说明了就是说 中国投资在欧洲的重要性是越来越重要 它已经让欧洲这些国家不能够忽视 而接下来呢这个欧洲各国为了争取亚投行的 这个一些竞争呢 它包括了就是亚投行在15到25个董事席位中 会有三个域外的席位 就是不在亚洲之内的席位 那么欧洲会使哪几个国家成为这三个董事呢 还有就是亚投行的欧洲分布的地点要设在哪里 以及呢这个欧洲人民币的离岸中心 到底是应该在伦敦法兰克福瑞士或卢森堡 恐怕这都还有一番很大的一番较劲 而中国将来要如何在欧洲各国间玩这个牌局 也值得十分的观察 十分值得观察 林胜 好 谢谢敬礼 这是美国之音伦敦特学记者江敬玲的连线报道